好了 鄉親這個新聞一開始來關心 中和路由中美路口到中山各交流到的行程路段 所以中華期 以往這個路段是關鍵庫的關卡 我管理中 歡迎確實等改善的效率並不好 他們去賣賞的民怨 近立這道路中改變以後市公所來管理 中大大提升 為何改善的效率 中和路由中美路口到中華交流到暗空 將近500公斤路段收益中華期 以往路款式管得由管政府為何管理 但管理效率不好 作成市民很大不便到民怨 市公所加強服務 也將進行接管 付去路邊 路頂到最高的維護資金 這段是向我們中華為公管理 因為回去以來 立長一直反映 這個維修的動作都比較不合適合市民的訴求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來做一個改變的動作 改變以後 原來這麼熟悉 我們管道部就由市公所來做一個改變的接管維護 包括路面 路頂到水高頂頂 跟我們立民的訴求會比較接近 速度會比較近 比較有信心 對 比較有信心 我們算直接的 管府就透過民地代表 再加上階層進去 接下來跟我們這裡已經很適合 實在說時間上 都已經在拖河了 市長如果今天兩天跟我們接管 比較我們的立民也會覺得 速度比較近 市長跟市民代表頂南會堪 宣布道路改變由市公所接管維護 市民代表人動也支持 可以更加有效率作為市民 更加感謝里長跟康府議長的政策關心 市公所接管總和路段代表500公櫃 一年就必須增加市口200多萬的維護經費 雖然管府沒有保障 但市長人為建護是一體 為到民眾道路平均安全 市公所也必須要信頂這份資金 到中華新聞 到門市中華 彩虹報道